多数港星私下是非常接地气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拍戏跟上班差不多 跟上班族一样每个月领工资 港星接地气能接到什么程度呢 日前亚视元老潘志文让我们大开眼界 一位香港网友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潘志文在一家路边小铺挑衣服 小铺摆放杂乱 棚顶还挂了不少衣服 潘志文背个背包 穿着宽松的衬衫 可能是刚爬完衫 潘志文拿起一件横条纹T恤 端详我很久 网友用郁语说道 这个是我好朋友 你们认不认识啊 很帅气的 潘志文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 然后继续挑衣服 他搭在那条T恤好看 可惜尺码不够大 就继续在杂乱的衣服堆里挑别的衣服了 73岁的潘志文 脸部保养得不错 看起来仿佛才60多岁 就是身材管理差一些 杜南斯怀胎十月的孕妇 也难怪他嫌弃那件T恤不够大 从该网友过网发的内容来看 他正是摊主 他曾透露自己在深水不摆摊 摊位是铁棚的 狭窄又杂乱 这样的摊恐怕在内地已经很难找到了 衣服堆的上面挂着一面纸板 纸板上写着港币十元一件 不退换 那堆衣服正是潘志文挑过的那堆 没想到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竟然还有这么便宜的衣服卖 换算成人民币才9块钱 内地都没这个价了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曾经的亚世元老 如今仍是TVB御用配角的潘志文 竟在这样的地方买衣服 其实这几年来 潘志文一直过得很随意 生活跟其他市民并无二知 几年前就有媒体拍到他逛路边摊买衣服 跟很多摊主都能聊几句 非常随和 逛完之后 就搭地铁转公交回家 十分惬意 潘志文偶尔也会到内地一些城市闲逛 寻味 穿着非常随意 甚至穿个短裤和背心就出门了 不少路人都曾找他合影 这样看来 潘志文戏里戏外的形象反差真的很大 外表雍容而雅 贵气十足的他 如今仍是TVB的御用富豪扮演者 有趣的是 他近些年扮演的富豪 总是落得个中风住院的结果 被网友调侃是御用中风王 潘志文已经在影视圈打拼了五六年 见证了香港电视圈的起步 发展和衰落 他是国泰电影公司的第三期训练班学员 公司倒闭后 他经常给立的和TVB拍戏 他正是加盟立的后非常受捧 成了鳄鱼类 变色龙 大地恩情 八仙过海 侠道风流等剧的男主角 列的改组为亚氏后 他是第一个跟亚氏签约的演员 1995年 潘志文受监制梁才远之邀 加入了TVB 又出演了很多经典角色 如天地男儿的叶永基 天龙八部的段正纯 新上海滩的冯敬瑶等 知名度更上一层楼 令人没想到的是 1998年潘志文突然举家移民到了加拿大 几年后 他还是选择回香港拍戏 没戏拍才飞回温哥华跟妻子儿女相聚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至今 虽然潘志文已经早过了退休的年纪 但他一直坚持在TVB拍戏 就算只能演配角了也不在乎 可以看出 他真的很热爱拍戏 因此跟家人长期分居也在所不息 综上所述 潘志文活得很通透 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不被世俗所获 令人佩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